为了强攻商务客人 搭小黄的服务再升级 现在坐Takushi也能够免费上网了 4G YMAX的无线宽屏 上传下载的速度都很快 预计到年底的时候 就会有一千辆的计程车 提供这样子的无线上网服务 坐小黄赶行程 花在路上的时间也可以一分一秒无浪费 只要有这台小小的路由器 乘客就算坐在计程车上 也能用手机免费上网 我设计可以手法里没有 或者是说玩游戏上网 那如果在车的时候 那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分出4G YMAX无线宽屏 上传速度一枚下载四枚 让上网速度比过去快五十倍 小黄也能化身为 啪啪噪的行动办公室 我们现在这个月先推出 大概100台的一个服务上网的部分 预计在年底我们会有加入 大概1000台车辆的部分 预计的话我们是评估 大概会有成长一到两成的 一个客源的部分 无线宽屏业者和无线电 计程车队联手出击 希望能借此好好拉拢商务客人